大家好 我是刀刀冯 在我之前的节目给大家预告过 要讲这个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讯音》 今天咱们就来填一填坑 好好地聊一聊这首曲子 西游记首播于1986年 可以说哪怕你是70年代生人 到80年代90年代生人的小朋友大朋友们 可能我们的暑假都是在西游记的伴随下度过的 可以说横跨了40年之久 这些年很多西游记里的歌又翻红了 你再冷静下来静静地琢磨琢磨觉得 这事不简单 其实《云宫讯音》在我看来就是最适合西游记的主题曲 没有之一 今天就给大家讲讲为什么 首先先说它的形式 它的形式是一首纯契乐的曲目 没有任何的词 虽然里面带一些人声 但是这个女声也都是啊啊啊 没有什么实际的那些歌词 这个在当时的这个电视剧的片头曲里面来说啊 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你可以想象啊 咱们中国人这个音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词了 甚至说咱那词啊 恨不得比那曲还重要呢 你想想咱什么颂词啊 什么圆曲啊对吧 词全留下来了 曲都没了啊 所以从这个传承下来呢 西游记能够把这个词不要了 光要曲这个在当时绝对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从这个形式上来说 云公训音在当时绝对是先锋者 绝对是开路人了 但是呢 光是开路人也不行啊 对吧 你那开路你得把这个路给开好了呀 这首曲子呢就开得非常的好 下面咱主要分两个方面 给大家讲一讲这首曲子特殊在哪 首先我们先脑子里回想一下 如果我说云公训音的主旋律是什么 大家脑子里能想到哪 你是不是第一个先想到的是这个 对吧 你肯定能想到这是他的主旋律 可是他的主旋律哪来的呢 你觉不觉得有点耳熟 之前我不是讲了一期敢问路在何方吗 其实这就是敢问路在何方 这个片尾曲的前奏 最早西游记的片头曲并不是这首曲子 之前呢还有过两版的曲子 但是呢 这个导演杨洁都觉得这个曲子不太合适 没有少的这股仙气 怎么办呢 就找这个许晴星老师写敢问路在何方的这个作曲的老师 说你啊 你咋给我重新写一个片头吧 我要用你给我写的 他肯定就一想 我琢磨啥片头呢 这个前奏挺不错的 我拿来用吧 所以他就把这个前奏变成了片头曲的主旋律 你看他的片尾曲和片头曲是有直接呼应的 这种整体性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咱们再来说云公训音本身他这个片头曲 这个旋律里面最抓人的点 或者他最有特色的点是在哪 对吧 其实是这一句 那么他这一句后面怎么运用的呢 我们再回想一下 他除了这以外 还有哪是旋律 就是人出来以后 对吧 就这一块了 那么他这一块旋律是什么样的呢 你看他是不是跟前面有点关系 啥关系啊 他这一句 之前的这一句 如果从A到C分别是低音中音高音的话 他是ABCA 对吧 他到了后面副歌 所谓的副歌这个地方 第二个旋律出来的时候 他变成了CBAC 你看见没有 他是对称的 把他就翻过去了 这个就非常像古典音乐的写法了 咱们之前聊过什么贝多芬 聊过巴赫 他们写的时候都是 拿出一个非常小的动机 就是拿出两三个音组成的小小的乐句 然后把它翻过来 调过去各种样的玩 把它编成一首完整的曲子 这样让你觉得又有花样 同时还比较完整统一 所以从作曲本身来说 这首曲子就是一个非常结构合理的一首曲子 那么第二点 咱就得重点说一说了 这首曲子其实最出彩的地方 是它的配器 它的配器主要有这么几大板块 先说 大家最精兴乐道的 肯定就是它的电声乐器 说到这儿 那一定是电声乐器 什么电贝斯 什么电鼓 这些东西 最早进入中国 其实也是咱改革开放以后 80年代时候了 中国的第一支电声乐队 是1984年的不倒翁乐队 你听好了 1984年才有的第一支乐队 但是这个西游记 1986年的曲子 就已经用上了所有这些电声的乐器 所以这个声音 对当时很多的观众来说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这个声音都比较奇特 之前可能没怎么太听过这样的声音 这种奇特的感觉 尤其是电声 我之前经常说 它容易假 又奇特 又假 就让人觉得这里边 仿佛带点仙气 至少它得是个妖魔鬼怪 第二部分 它用到的呢 就用到了中国的民乐 因为这毕竟是中国明清四大小说 对吧 这是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呢 你要不用民乐 你要光董次大自弄个电声乐队 显然不合适 所以它在这里面呢 就用到了很多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民乐 比如什么阳琴啊 比如什么琵琶啊 甚至有地方带点鼓针啊 还有很多这个民族的打乐器 什么排鼓啊 什么这些 咱们后面会给大家更详细的讲解一下 所以民乐的这一边呢 就非常好的 把中国这个音乐里的传统给延续了下来 让你一听就觉得啊 跟我们的名著 跟我们的文化是有直接相关的 但是呢 这两边啊 其实相对来说都比较的独立啊 电声乐队这边呢 它的声音相对来说比较的假啊 它跟其他东西不太容易合在一起 民乐这个东西啊 中国的民乐 其实还大部分的乐器 都不是为了这个 咱们所谓什么民乐团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什么中乐团呀 这些啊 二十把二胡啊 什么多少把皮吧 然后多少个转 就以前咱们是传统是没有这样的乐队的 咱们的乐队呢 顶多是什么二十个鱼声啊 或者那烂鱼冲鼠嘛 吹的鱼 反正就都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进行大旗奏 不会像这个西方交响乐团 使用这样这个分各种各样声部 然后把什么乐器都整合在一起的 这样一种大合奏啊 咱以前没有 所以呢 咱们很多民乐的乐器 大部分啊 设计的时候 都不是为了那五六十个人 一起演奏不同声部 而设计的 哎 你看他所有的咱们这些乐器 什么二胡 那声 嘶嘶嘶嘶嘶的 对吧 那叫京剧合适 或者咱那唢呐 呜呜呜呜呜呜呜 你说你配三把唢呐 这是吧 这动静也不一样 啊 所以呢 那你用电声乐队和民乐团 这两个格格不弱的东西 怎么能把它中间 给联合起来 怎么能把它衔接好呢 在这里面 他就用到了西洋的交响乐 因为西洋很多交响乐 人家这个降响乐团的形式 很早很早就有了 啊 所以呢 你看很多西洋降响乐团的乐器 比如小提琴 啊 还有这个中提琴 还有什么元号啊 什么小号 就像这种声音呢 他比较的嘹亮 他能当足多乐器使 但是他和中国民乐这些笔呢 比如说和什么杨琴啊 琵琶这些笔啊 他又柔一些 所以呢 他在这里面用的交响乐团 搁在这儿啊 就把两个比较有特色的 这个乐器组 很好的贴合在了一起 那么第四个呢 不得不提的 就是他的人声啊 他这个人声呢 特意用的是女声 而且呢 是没有什么唱词很高的 飘在上面 就唱啊啊啊 这个啊啊呢 尤其是配合了 他后期的音效上的制作 我之前呢 也不止一次的说过啊 如果你要是 用这个假声吧 把它混响弄得特别的长 而且把它混响弄得特别重 就让人感觉的比较假 配合上女声呢 就尤其像天庭的声音 所以就更符合这个西洋记了 所以他从声音上 和他的声音设计上来说呢 也是非常有考量的 咱对个比啊 你假设说这不是女声 你给他弄什么 杨洪基老师 跟你啊 啊啊啊啊啊啊 你听就不是那意思吧 你听你就飞不上去 一看就不是天空上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还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那么说到配戏里的打绝戏呢 对吧 叨叨打绝专业的 这里边就跟大家好好聊聊了 它里面有三样乐器 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分别描述了三个场景 首先第一个场景是天空 一般啊 这个宫廷里用的乐器 金属件的乐器多一些 尤其是边中啊 这种的 因为金属嘛 你想象一下 尤其在这个遥远的古代 对吧 什么人 你能使得起大量的 这个金属的器具 那一定得是有钱人 得是宫廷 老百姓可能就是什么 瓷的淘的 拿土烧的 顶多你拿木头 所以呢 一般如果用到什么边中啊 这一类的乐器 就会让人觉得有宫廷的感觉啊 你这里面大闹天空 是最著名的故事之一 所以你要想体验天空呢 你就要有金属的乐器 据我看到很多资料 都说他用的是边中 但是据我实际听呢 我感觉不是 他应该用的是云螺 而且呢 就是从这个 常识来想一下啊 据我在国内这么多团演出 反正我是没见过 哪个民乐团 能真的趁一套边中的 那边中 也不好造 也不好运 也不好拿 也不好拖 一共也没几首曲子用得到 你很难想象 有哪些乐团 真的自己在团里 攒一套边中 所以我觉得呢 更有可能是云螺 来模仿这个声音 下面也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云螺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大的乐器啊 在这个民间呢 也有九面螺 十面螺 还有什么十几面螺的 这样的不同的排列 那么我现在面前的呢 是一个37音的云螺 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八度 每个八度呢 12个音 黑白键 钢琴上这个键呢 它都是齐的 这螺呢 一般都是挂起来的 但是我从国内运过来的时候呢 怕那个架子容易折损 所以我就没有带架子过了 所以我就先搁在地上了 那么第二个乐器呢 就是里面呢 非常跳脱的这个鼓 我还见过有的地儿啊 这个形容的时候 说里边用到非洲鼓 不是不是啊 不要误会 里面用的不是非洲鼓 是咱们自己的民族的乐器 叫五音排鼓 不是您吃的那个 嗯嗯嗯的排鼓啊 就是排成一排的鼓 其实这个鼓啊 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也不是有很长的时间 它呢可能应该是借鉴了 外国的什么定音鼓啊 或者借鉴了外国这个 家族里通通鼓 按照那个 然后结合了我们中国鼓 本身的这个特色设计出来的 五音排鼓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它能够定音 它有点像这个定音鼓似的 你能把它调成固定的这个音高 但是呢 它在民乐团使用的时候 它的这个音高呢 又不随着曲子而变化 哎你比如说西方降音乐团里边 我这是一个C大调的曲子 那你定音鼓呢 可能就定成C和G 啊 你要F大调呢 可能F降B 就类似于这样吧 五音排鼓呢 是我按照自己这个喜好 把这五音排鼓啊 定好的音 就再也不变了 只要符合我这鼓里边 音高的好听就行了 啊 这是五音排鼓特色 搁到这呢 你就非常有效果了 因为首先它是有音高的啊 它不是说没音高 所以你有音高呢 你这音高又和这曲子 又不在一个调上 哎 本身这个鼓呢 范音又比较的小 所以你就感觉啊 它活蹦乱跳的 特别的跳脱 同时呢 又你跟这曲子不一样嘛 所以你就老有点那种不服管 特别调皮 这有这么一个劲头 所以你想想谁更像 那当然就是西游记里最重要的主角之一 孙悟空啊 哎 所以如果把五音排鼓搁在这 自然而然就 大家能想到七天大圣 受了神通吧 我前面这个乐器呢 就是排鼓啊 我这只给大家展示了三个 因为它用到的就是三个 实际上呢 应该是五个一组 所以它叫五音排鼓 我必须得站着打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第三个乐器呢 就是木鱼啊 我使的是这个西方的塑料制的这个木鱼 来代替一下 因为它更结实啊 这个木鱼的声音啊 非常的经典 是为了模仿 哎 我先不说了 我给您打一个 您在弹幕里您猜一猜 它模仿的是什么 您觉得吗 它是不是特别像马蹄 木鱼这个乐器啊 在各种酱乐团里面 包括咱们的敏乐团里 经常被拿来模仿这个骑马呀 这嘎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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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声都是一样的啊 就模仿这种音效 你说这西游记讲的是啥 不就是汤三藏 骑着那白龙马 嘎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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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西天取经吗 哎 他在主题曲里面 也用这个乐器 把这个白龙马给写进去了 你看他写的多全乎 所以听了我以上的这些总结啊 咱们有没有发现 这首一个字都没有的曲子 把这么多的元素都融在一起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为什么用这个纯音乐 写一个片头曲 是非常困难的事 就是因为音乐本身和语言相比 它是非常非常抽象的 但是这首曲子 用了他的音乐写作方法 和前后进行了呼应 同时用了他各种非常巧妙的配器 把所有该表达的元素 全都融了进去 让你光听音乐 就能感受到他所要的氛围 也难怪杨洁导演 对这首曲子青睐有加 非他不可 我也认为 云公信音这首曲子 作为西游记的片头曲 基本上说已经就是天花板了 你是很难再写出什么东西 能超越它了 我们其实后来都了解到了 这西游记它拍摄的时间 是非常的长的 而且它作曲的时间 其实相对来说 跟现在的作曲比 时间也是非常的长的 所以可见 当时的这些前辈们 他们确实是对工作 极其的认真负责 无限的打磨 才能给我们带来 这40年都长生不衰的经典作品 好 那这期刀刀方梁音乐 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分享 评论点赞 也欢迎您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